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S&P500和纳斯达克指数 没有能够守住之前刚刚站上的历史高位 三大股指在昨天是全线下跌 截止收盘,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0.71% S&P500是下跌了0.2% 道琼这边是下跌了0.27% 那么昨天晚上美国三大股指的下跌 很大原因和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5月份CPI和PPI数据有关 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PPI是大涨了6.6%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同比涨幅 而美国5月份的CPI和4月份相比则是下降了1.3% 从数据看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它向我们表明 现在正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通货膨胀环境 另外美债方面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几天是徘徊在1.5%左右 这个结果很可能会在FOMC的会议结束后发生改变 市场应该正在等待明天FOMC的会议结果 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应该暂时不会去改变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政府购债计划 但是市场希望从FOMC发表的声明中去得到一些关于这些政策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和之前几任的美联储主席相比 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 很少会给当天的美国股市带来正回报 而美国东部时间明天下午2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有一次新闻发布会 但是另一方面从最新的调查数据看 大部分基金经理似乎并不担心明天美联储对于通胀的看法 6月份美国银行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 72%的人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 64%的人预计未来12个月内通货膨胀率会继续上升 这个数字低于5月份的83% 调查还显示基金经理们本月正在快速回补科技股 与此同时 他们正在减少对于银行和公用事业类公司的持股比例 并且他们预计美联储将在明天6月份的会议结束后的声明中 将会解决目前的商品价格上涨问题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